《立陶宛國會猶太小組 馬馬豆主席 米塔拉斯副議長 莫古納副議長 沙巴塔斯副議長 各位訪談的貴賓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還記得兩年前駐立陶宛臺灣代表處正式運作不久 馬馬豆主席 率領波海三國猶太主席訪問臺灣 這次更在臺灣完成總統大選後再次率傳來訪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 向各位貴賓表達最誠摯的歡迎 各位貴賓 來自立陶宛朝野政長 各位的來訪不僅代表立陶宛跨黨派對臺灣長期的支持 也向世界傳達臺力共同守護民主價值的訊息 今天很高興再次見到馬馬豆主席 期待跟各位可以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藉這個機會 我也要感謝立陶宛國會以及政府 透過各種管道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也呼籲各界關切臺海議題 展現民主夥伴堅定相請的情誼 近年來 臺灣和立陶宛互動越來越密切 像是我們在農業 醫藥 衛生以及科技等領域 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針對立陶宛發展重點的生技和雷射等產業 臺灣也透過中東投資基金強化雙邊的經貿合作 現在 在臺灣的各大超市以及零售通路 都可以看到立陶宛的產品 而且非常受到臺灣民眾的歡迎 我也期待臺灣和立陶宛在文化和經貿等各領域 未來可以有更多的合作交流 臺灣和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架勢 我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之下 一定能夠繼續強化彼此民主和經濟的韌性 一起為全球的繁榮發展貢獻一份心力 各位貴賓的來訪就是深化臺立夥伴關係的重要一步 非常感謝各位以行動支持臺灣 我們一起繼續努力創造更多的合作成果 也祝福形成一些順利 謝謝 謝謝